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的节目 今节有我许柳山 还有小白红社长 纽西兰Ray敏王 大家好 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好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 沙冷气 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不如请一请我们的疑似嘉宾和林太的一段超时空对话 又出来听一听 我看B&O假的时候一定要听一听 林太 你好 我们是《芒向编辑部》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因为对于近期的叫做B&O早家移民的热潮 很多香港假都说想摇身一变 变成这个B&O假 去到移民英国的 他们陆陆续续都叫做相当多人 都叫做过了去英国 你对于他们有没有什么的建议 或者对于那么多所谓的香港假要离开香港 你对于往后的社会发展来看 又有没有什么意见 又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 希望现在还在想移民的人 是不是应该再了解一下 各方面的发展 以及他打算去那个地方的情况是怎样 因为我又听到有些故事 都说去到也很凄凉 又不习惯 你给他学费 当然是英国的最好的所谓independent school 但如果你给不到学费 在公立学校 也有种种适应的问题 我对于移民的看法是忠诚 不过我觉得香港是有他好优胜 也可以吸引到人才的地方 每个人有他的自由 所以如果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他想去别的生活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对于香港要发展 我们就更加要加把劲去吸引人才 其实香港仍然是非常之有吸引力 而且这些是相当尖端的人才 回来 又见到一些不同的BNO家的人士 有些故事挺搞笑的 搞笑得来有笑中有类 他们经常说要为了小孩 又说他的将来 又说是怎样 但是他们对于小孩的健康 为什么呢 都是需要去网络上去问一下人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而他们现在BNO架 这么连串匪夷所思的行为 虽然BNO签证都不够一年了 不过也引起了经济学人的关注 还写了一篇文章 都挺过瘾的 我们想在今节跟大家分享一下 事然发生什么呢 我看到有一个BNO架 他就在Facebook发问 请问发烧感冒喉咙咙痛 然后就拍给大家看看 这一枝东西有没有效 或者有没有其他药可以介绍 他女儿的声音都变了 我看到她的女儿也很小 大概四五岁左右 她拿一些东西遮住她的眼睛 突然不是看到她的样子 还看到她的baby face 好像有一些圆滑滑滑的样子 颗头就贴了个褪耳贴 就拍着一年无奈地坐在这里 想告诉大家 哎呀她的病都很辛苦了 我看到她就吓了一声 咦咦 那为什么拿这枝东西出来问 不是带去看医生吗 我觉得很奇怪 应该带去看医生的 但是有些人为了省看医生的钱 就打算吃成药搞得行 其实小朋友是最宝贵的东西 你们口口声声说去英国 就是为了个小朋友 好了 你为了个小朋友 为什么搞成这样 有病都不带她去看医生 你们是不是真的为了个小朋友 是 你终于上网问人 拿起那枝东西 我放了这个文章 给我们的编辑一起看的时候 台阳一看就知道 咦咦 这枝不对路啊 这枝不是指咳的 小朋友说有咳 有发烧 那枝东西是指痛的 可以看到她是不熟 很明显就是 刚才社长也说得对 小朋友是最宝贵的 对一般父母来说 很多父母经常都是以这个理由 就是为了小朋友的将来 所以才移民 那么好了 移民是花很多钱 这笔钱呢 这么捨得花 但是呢 小朋友 头云生气呢 但是他看医生的钱 就要省了 是不是 有点奇怪呢 我觉得很奇怪 这些小朋友的钱 看医生是贵的 贵的 但是 你不能省得的 这些钱 某某然 那连药都不懂的 还在上网问的 喂 internet不是医生来的 是不是 是啊 还有呢 现在那个 疫情的问题 在英国仍然持续着的 你怎可能 还在上网慢慢问人 究竟是不是 如果比较 是我一定很担心到 癫了一次 就急去问医生 他是不是中了 如果他中了 你也有机会中了 那是不是要快点去看呢 我看到有些人 还在网络上教他 我心里想 你不是吧 你不要相信 很牙烟 是啊 最近小朋友很多都病了 我女儿也是刚刚好 喝多点水 睡多点觉 身体会有抗体打仗 最重要是小朋友精神还可以 接着这个妈妈就说 好 明白 合十合十 你是不是瘋了 怎么照顾小孩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在外国他们不知道有一种病 其实跟感冒看起来差不多 不是新冠 现在讲的是脑膜炎 病征就 基本上就是身体累 接着 还有一些喉咙痛 发烧 但是呢 后果就严重过 普通感冒很多 也都严重过流行性感冒很多 那有些病征呢 你要细心留意才会知道 他有这个问题 所以 看到小朋友有不舒服 其实第一件事 应该是带他去看医生的 没错 我不是为了医生这个行业 说话 不会了 小朋友的安全 还有健康 是啊 是第一位 这一件事 有什么可能 就是为了省几元钱 就不带个小孩去看医生 这些根本就可恥到极 我举个例子 为何我这样做 我自己 当然现在儿子都差不多13岁 差不多 那现实的情况 就是他小时候 因为很小的时候 就回托儿所 基本上 未够一时就回托儿所 那 他刚刚回托儿所的时候 也有很多病菌 或者病毒 那 我记得 每个星期 我们晚上都要车去看医生 试过很多很多次 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不会说 就这样给他承约就算了 不会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你不知道小朋友需要什么 还有些情况 譬如他滴水不进 是有这些情况 他吐水出来是清水 我其实也见过这种情况 他脱水 口唇已经干了 那你也是要医生去处理的 有些人觉得 我在上网问几句 就不用看医生 好像有些哥哥 他认识很多东西的 这个博士 什么陪 叫你不要打疫苗 你真的相信他 那些专业人士说话 你就相信 说真的 不要这样 你们疑问 为什么 为小孩好 为他的未来 那为什么 连去看医生 都不舍得 花了几百元呢? 是的 我看到他真的一呼百应 上网很多人拍给你看 不行就买这一只 之后再买这一只 如果再试了不行 不如卡拉卡拉吃 都可以 蛤? 你不是吧? 你这样教人都可以? 你怎知道 小孩是怎样 医生教你就可以 医生教你就可以 但是 你不是医生 是不是? 而且说真的 你看病要花多少钱 如果小孩 因为这些承药 吃到长期有问题 你们那些人 心安安乐吗? 为什么那些人 不是叫 这个问野那位 阿姐 或者阿哥 带小孩去看医生呢? 为什么不是这么做? 我看了很久 都看不到那些人 是叫他看医生 我都看了他们的对话 究竟是怎样 这个现象 也引起了 经济学人的留意 帮他们分析 做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 我讨论一下 这些叫BNO移民的人 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简单说一点 因为要申请BNO 人的平均年龄 原来也比较大 大概37岁左右 因为1997年之后 出生的就没有BNO 而且他们可能要透过 家人一家才能过得到 还有经济学人也发现 这些人很有趣 他们接收英国的资讯 来自哪里? 不是陶杰 陶杰也可能好一点 是在网上看YouTube YouTube就是非常伟大 他们看了YouTuber 过到英国之后 例如英国的超市是怎样? 购物经验 还有英国的上学经验 做外卖经验 干什么? 做饼做到烂手 链铛车 或者在英国哪个区 我租房的经验是怎样? 全部这些资讯的接收都是从这些人回来 我们也要说说这些人给的资讯是否错 我自己觉得他们好像是用一个旅行的心态 去告诉大家英国究竟是怎样 英国这里的超市真是很大 拍车那里看看一望无际 香港有这么大的停车场 像我们发现疑似的IT专家去了英国 踩着单车周围走 看到一些外国人跟你说你好 明明那里不能踩单车 又叫你去那里踩单车 这些社长和台阳在外国生活 一看就知道是犯法的 我自己也试过犯法被人骂 我自己也试过 因为最初不懂 但当然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我当时还未成年 犯法也是警告两个 但他是四十多岁的叔叔 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叔叔 他还要教人 对 都写了不准踩单车 不过没所谓 其他人都是这样踩 你真是不受规矩的 这些人接受移民的资讯 原来是这么有趣的 刚才我们所说 每个人都是暖叉 这么说 现在出现了一种 BNO Nine Upper 再把他做成一个动物的说法 这些人全部都是 Nine Up 当被吸 你们怎么还要相信 最可憐的是 那些人真的相信 真的相信 对 刚才我们说到 他们以一种旅行的心态去生活 我们刚才提起 例如一些很大型的购物的地方 叫Costco 可能美国有 英国也有 他们都说 第一次来到Costco 真的很大 很大 很大份 你看多大 台湾地区都有Costco 我第一次去 我都觉得很大 那些货架很高 几层楼这么高 但当你走多一两次之后 你们会发觉 这么大其实没意思的 最重要是什么 快 没错 我很恨走这么大的集货店 因为你找一样东西 你找到你头都暈了 那时候 推了一辆车很大 很重 是啊 一般我就不会 我自己试过 找到头都暈了 我下次去 就马上去 在标识到问人 认识见科在哪里 叫别人带我去 算了 你卖东西是志在 快射楼 要到你买了 有次我发觉 我买到的温泉弹 搬了位置 可怜 我没做错 目标 就要再找回 原来 我都卖到 把机房只剩下 一个桔壁 例如我去买的Costco 就是设置 温泉蛋 早餐那些穀物的片 还有过来心 买了一口 但是一般人就麻烦了 他们惯了是这样 这是一件事 再继续讲一下 经济学人对这班BNO家有什么发现 这些来自香港的移民 都非常语别不同 刚才我们说了 他们都是BNO家的形式来到 他们自己都是新来的 但是竟然在短短几个月里 就建立了一些很独特的 一种叫自救形式的社区 或者不同的社群 就像这些这样 乱教别人 吃什么承药 去帮小朋友退消喉咙疼痛 这种感冒 他们是这样的 靠这些来自己帮自己 不去问其他人 或者不去看医生 问回一些可能甚至乎都不知去了英国未来的人 神经病 那是什么来的 这些 什么 真是切头切尾的围炉取暖 就是这么说 承药那些 在外国 其实 根本就有一些都不流行 很多时候 怎样会 就是 去买这些承药 其实那个小孩就有 那么大 就不是很小的 就是差不多是 到成人 那些风险 相对比较低一些 的时候 就会开始用承药 这一样东西 是的 那我们回来 这个经济学人的一篇 他也有 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 有一部分 是中产的 香港人 对于 所谓的 香港的民主 受到压制 或者对于自己的自由 感到一些叫焦虑感 再混合一些 就是对于 想让小孩有更加多的生活选择 当这两者的 东西 对政治 对民生 对民主 之外 再加上小孩的 将来 两者混合在一起 就促使到 他们唯有要成为 这个叫Biannoga 去到英国 他们也希望 能够六年之后 就得到 这个 真BC的身份 也访问了一个 住在布里斯托的 香港人 他说 我希望 你叫我做无名士 访问了他 几年前已经开始考虑 移民 去外国生活 刚好 现在他的女儿 出生不久了 也看到现在香港的政局 就恶化 令到他 要匆忙地离开香港 再说 他们有一个特点 至构之余 要拒绝 唐人街的社群 他们也不喜欢 老华侨的人 很有趣 是的 自己可以当身 有些还要 取代老华侨 有些很牙策的 还有一个 大家人所共知 郑文杰 他搞了一个 英国港桥协会 其实算不算一种新势力呢 某个程度上也算是 但是 你这些新势力 力量又有多大呢 最多就是 只不过 算得上来一班 自同道亚 围马一起 取暖 你说真是新势力呢 现在实在是 言之尚早 我就认为 是的 也可以说 一些 他们很搞的 他们对于 什么 那些 Night Upper 是的 他们原来说 很喜欢看他们 说英国的城市 或者不同的地区 有什么优点 学校的报告 有什么铁路 有多少钱 或者如何找到 一些可靠的 地产发展商 看到他们说来说来 都没说到黑词 那个香港成功 发展大计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还搞笑 试过一个类似 说看到 一些YouTuber 教你去哪里 搭巴士 去哪里 买东西 会方便一些 也看到一些YouTuber 说 不是呀 百明刊 那些犯罪 相当枪杠的 又说有蒙面的匪徒 好害怕呀 蒙面 超人 姓威震敬天 鐵臂同拳 風雷顛 勇猛似虎 心臟力又見 一飛沖天 心堅志更堅 說真的 你是有賊 全世界都有 但是你自己小心一點 還有說真的 日光日爆出去沒有問題 在外國其實有個常識 晚上是盡量不要去小人的地方 對 有很多人覺得可以好像在香港那樣 或者好像在內地那樣 晚上天黑了 到處走 還有人在吃宵夜那些 外國都不流行 外國吃宵夜通常就是開車去麥當勞 買個餐吃一下就算了 如果你想吃 開車去買 所以晚上會突出一排車出來就是開車 通常看到就是這樣 你要理解一下別人的文化才行 不是到達像亞洲地方那樣 亞洲地方有夜市很方便 外國不是這樣的 外國有些人嘗試去搞一些夜市的東西出來 但是吃那些是OK的 但是說真的去過兩三次的人就不去 根本做不到一個慣性 和在台灣地區那些很不同 不同的 就是小朋友那些東西 其實應該緊張一點才是 就不是在網上問 還有別人在網上問你 最正常的答法就是叫他去看醫生 我到現在都是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那幫人覺得 有病是可以自己治好自己的 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感染到的病菌 那些根本可能很不同 我記得我最初移民的時候 我被蚊咬到發炎要去看醫生 就是怎樣呢 蚊咬到之後 身體可能不太適應 就會腫起很大顆的 就是被蚊咬到 現在當然不會 但是之前也會 最初移民來這裡的時候 接著是灌籠的 正常在蚊爛那裡 你們是不是相信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經常有句話 自己香港自己救 自己小孩自己救 那你連開香港 自己小孩自己救 就是這樣 吃藥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是不行的 有很多時候不行的 因為那個地方的病是不同的 這個大家也要知道 有些地方 他可能有一些 挺嚴重的病 是在流行中的 但是你不是醫生 你就這樣去吃成藥 反而就令到那個病症隱藏了 之後到那個小孩出了很大的事情 你再拿去看醫生的時候 其實醫生有可能 因為看到那個病症 不是很明顯 然後就不知道什麼病 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最好的時候 就是你一個小孩 一很不舒服的時候 你立刻帶他去看醫生 就搞定了 是要花些錢的 但是錢解決到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還有說真的 你移民是為了一個小孩 你有什麼理由 連那些這麼小的錢 都不肯花才行 你也說的 有手有腳 香港人一定可以的 我覺得就算自己不吃 也要帶個小孩去看醫生 但是小孩去看醫生 才是 不過他們真是關心 做得人家長 又說要移民 又說要看醫生 你竟然看醫生 但小孩去看醫生 都不懂 是不是瘋了 這班人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明白 他是很奇怪的 說真的 就算要花多少錢 你也要付的 沒得節省的 沒得節省的 就是我的兒子 他回到託兒所 他在託兒所 撞到頭髮 然後他去作額 立刻帶他去急証室 我當時在澳洲 就不知道哪些急証室 是要錢 哪些急証室是不用錢的 我就去了一個要錢的急証室 結果差不多三百多元 好厲害 但是怎樣 你一定要花錢 兩百多三百元澳幣 要快 最重要是快解決了你的問題 因為小孩可大可小 有事是 沒錯 希望這些小朋友 真的盡快康復 BNO價的問題 我們昨晚 在我們的 方向晚上的直播時段 大家都很熱烈討論 我們接下來 星期三會繼續 和大家一起在網路上 再談談相關的問題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